印第安人对灰笑脸人瓦河酋长将走入历史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印第安人对灰笑脸人瓦河酋长Chief Ahu近年来引起争议 大联盟官方今天宣布 从2019年开始印第安人将停止使用瓦河酋长的对灰 但对名人不变 印第安人从1947年开始将瓦河酋长当作对灰 但这对灰被部分人士与团体认为对美洲原住民有其是意味 印第安人球团为了避免争议 2014年开始将瓦河酋长对灰换成代表克利夫兰的C 仍无法平息 大联盟致力于在比赛中建立一个多元和刀荣性的文化 大联盟主席曼弗瑞 Rob Manfred 今天透过声明表示 印第安人对球团老板多兰 Paul Dolan虽然想保留瓦河酋长 最后仍同意拿掉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对灰 印第安人同意我的立场 认为这对灰已经不适合在大联盟赛场使用 由于大联盟今年的明星赛事在克利夫兰举办 这也进一步激化对瓦河酋长的争论 多兰表示 我知道许多球迷对瓦河酋长有着长期的依恋 但我最终同意曼弗瑞的立场将从2019年把这对灰拿掉 大联盟也表示 这对灰的图案商品 未来人会在亚利桑那春讯基地 俄亥俄州东北部一些地区贩售 印第安人仍拥有该图案的商标权 其他人无法使用它来盈利 笑脸人瓦河酋长对灰设几种足迹式争议 美联社 印第安人将不再使用笑脸人瓦河酋长 美联社 笑脸人瓦河酋长将走入历史 美联社 未来棒球场上将不会再看到笑脸人瓦河酋长对灰 今日美国 印第安人将不再使用笑脸人瓦河酋长对灰 法新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